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Guru Teddy 又是我们学习钉钉的时刻了 在还未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那么近期很多用户都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留言说 Peddy 这个钉钉的考型 是不是还是不够稳定啊? 因为我发现我的这个同事啊 我的这个下属啊 他们都说已经打卡了 都已经在这个考勤clock in了 可是为什么我这里看不到他们考勤的记录啊 是不是丁丁哪里搞错了 关于这个部分的问题呢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丁丁其实这几年的发展 他在这个考勤的这个表现呢 其实是相对的稳定 所以你所说的就是说 你的这个同事还是下属打卡了 可是为什么在这边你还看不到记录 基本上了 那个发生的概率是非常非常的渺茫了 那么怎样办呢 因为的的确确可能就发生在你的公司组织里面了 好大家稍微不早 我今天教导大家怎么样去找那个问题 只要你根据我这五个步骤呢 基本上你的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了 很简单 第一个步骤还是一样 这个你的这个下属 他说打卡了 可是为什么你看不到他的打卡记录 你一定要先确定 他到底是用Dintalk还是Dintalk Lite 至于你要怎么样分辨呢 请大家看回去我们上几期的视频 我们都有一一讲解了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强调 不重复了 记得记得 如果你的是企业公司用 用到这个考勤打卡呢 一定要用Dintalk 千万不要用LINE 第二个如果你也确定了 哎 Teddy他的的确确确实用Dintalk 可是为什么还是看不到他的考勤记录哦 另外一个你要做的就是 你必须叫你的这个管理后台 就是我们讲的System Admin呢 就来到这个后台这里呢 在这个考勤组管理呢 点一下 打个比方 今天你的这个同事叫做TeddyXia 他说我已经打卡了 为什么我看不到这个考勤的管理 班方面的 所以你要怎么去做呢 就是你身为System Admin 你就来到后台这里 然后点开来 哎 TeddyXia的名字的的确确都有在这里 无需考勤人员这里暂时是空的 哎对吗考勤的设置 哎对啊 基本上这个也对了 所以他不是一个问题了啊 这时候你就要看第三个步骤了 这第三个步骤呢 常常都发生在大部分的用户 你才知道原来大家白忙一场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打个比方 今天KeddyXia 他在的公司的名字叫做ABCD公司 对吗 可是可能你不知道的是 原来他打卡的地方竟然在XYZ 看到吗 然后你这边也看到未加入考勤组 哎你可能会问我 哎为什么突然间跑到XYZ 其实有几个原因啦 第一可能KeddyXia 之前的公司 旧公司X公司 他是叫XYZ 可能我的前老板也是有这样一丁丁 那可能我在加入你的公司的时候 我没有退出 所以还看得到前公司 又或者是说这个人可能他一开始加入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不小心去开了另外一间公司 所以你要怎样确定呢 就是你点下去这个电话这里 你看他到底是选择XYZ公司还是ABCD公司 所以你要怎样确定那个ABCD到底是不是你的ABCD公司呢 大家记得 只有企业被认证你才会看到这个logo商标 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没有被认证是不会看到商标的理解吗 所以这个你一定要确认 如果他发现他搞错了原来不是XYZ是ABCD 这时候你就要叫他转去ABCD了 当然如果XYZ是他不小心开错 就可能叫他退出还是删除了 好吧 OK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方法了 另外如果你也确定对了 可是这个对方你的同事还是告诉你 Teddy对啊我的明明是在ABCD 我也打卡了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我的考经记录 我的这个HR人事部还是告诉我为什么我没有打卡 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第四步了 大家有看到一个叫签到吗 很多用户常常把签到跟考经打卡搞混乱 这个签到英文叫做check in 所以你要怎么样知道呢 你很简单的你就是问他你是不是到底 每一天你到底是使用这个签到check in呢 还是用这个蓝色考经打卡 永远记得当你的这个同事还是你的下主跟你说 他打卡不到呢 最简单的方法你叫他录个视频 我相信现在大部分的这个手机都可以录个视频 简单的 好吧 就告诉他OK你平时怎么打卡你就按给我看 然后你发给我 这样你就知道到底他是点到对的地方还是错的地方 明白吗 只要你根据我刚才所说的这几个步骤呢 放心 你既然已经设置了这个tedy chart 在对的公司对的考经组呢 他打卡的数据呢 你一定看得到 理解吗 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当然如果你还需要知道更多关于考情的方方面面 请在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留言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呢 可能我们的团队会考虑在录制另外一个视频再讲解更多关于考情的问题 好吧 好了 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请记得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